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如说有赵孟府管道声 病地化石美坛 近代话坛当中谢志柳陈培丘抗力 可以说也是别具一格 卓尔海上话坛 响于南北 被称为是现代的照管风流 那首先我们请谢定伟先生来说一说 父母在你的这个心目当中 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父母亲对我们子女来说 都是普通的父母 我的父亲除了他专注于绘画 著书之外 跟我们子女其实交流并不多的 但是我的母亲是比较关心 我们的生活多一点 我个人认为我母亲 她是一个非常全才的一个人物 除了她的专业绘画之外 她做饭做得非常的好 我小的时候就 我父亲就对我们说 她家里请客 可以烧一整桌菜 印象我比较深的就是 宫堡鸡丁 鱼香肉丝 还有赛螃蟹 我到现在还是觉得 我在外面没有吃到过 像她做的这么好吃的菜 除了这个之外 她最厉害 当时在60年代初期的时候 装半导体收音机 她连这个都会 对 我觉得她是一个全才 我听说您父母亲那会儿 爱看武打电影是吧 他们不光喜欢看武打电影 喜欢看武打小说 金庸的小说 基本上我父亲 我经常每一本基本上都看过了 我父亲看到后来 金庸的还不够 古龙的 梁雨生的都看的 我父亲的床头上面 都是这些武打小说 古装小说 他们那么古装片 也经常看那个金庸的武打片 他们是百看不厌的 我母亲后来还喜欢看的包青天 当时包青天她看的 大家是有趣 然后我母亲她去世的这全几年 每天晚上都看包青天 还继续拿出来炒冷饭 百看不厌 所以他们对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 我觉得他们非常有兴趣 他们俩的个性最大的差异是什么 我父亲是比较沉稳一点 讲话不太多 但是你要说到古代书画 你不要讲到书画这些内容 他非常健康 我母亲特别是他年轻的时候 他比较直爽的 性格非常的直爽 梁老师您记得最早认识谢老跟陈老 大概是什么时候 我是孟大班最后一个认识他们 但是他们认识我我才16岁 就第一次在长江剧院登台 他们已经偏爱我了 但是我们见面是已经七八年了 这个很有意思 就是你16岁的时候 他们其实就喜欢上您的艺术 真正要见面 一直到1978年 七八年我已经37岁了 我小的时候 就是从50年代到60年代 是经常听他们讲梁古英这个名字 所以你们家兄弟姐妹 好像叫梁老师都叫梁姐姐 梁姐姐 对对 就把梁老师看成自己家里的成员一样 那么就是怎么会跟他们见面的 也是有一段话的 就是我的搭档刘一龙嘛 他说梁古英 有一对老老家夫妻子 我说梁西东都把他打了 我打那几号吧 我说哦 那时候他们就住在那个 乌鲁乌西南路嘛 根本我就长起来呢 两个老人都不在 那么一来个阿姨呢 阿妹阿姨抱起来 梁一龙 都来做啥 那时候我打一个动物来 扣两个小伯伯特上老师 一来不厉害 那么就走了 结果阿姨阿姨呢 告诉小伯伯特上老师 刚刚梁一龙 打了一个美好客一个女儿来了 刚刚一扣 那么一来一切就这么 那么后来他为了要见我一次面呢 就在美心酒驾摆了两桌 请所有的昆大伯来吃饭 就是为了要跟我第一次见面 从此以后呢 就是跟我就最走近了 所以我觉得也蛮有幸的 碰到这一对贵人 让我一生中得意很多很多 您接触下来 他们两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 应该讲他们两个性格是 不大相同的 那个谢伯伯是逢人只说三分情 陈老师是一时就把你击中 有的记者采访他 陈老师你是女华家中的地位 女华家一共有几个 女华家地位有什么了不起 他很不开心 因为女华家是很局限的 所以他要跟男华家 病气病流来比 他就是这样的性格 在这么多年的这个交往当中 你印象最深的有些什么样的这个事情 有一次我蛮感动的 刚刚不大有出租车的 那么我们都是坐着公交车去演戏的 那天我是演全本烂克山 那么陈老师陪了我一起上公交车 从他们那个乌鲁木齐南路 到一副舞台那是做四十九路 到汉口路那边下来 那时候我坐公交车的很多 他一跑上去就抢了个位置 抢好位置呢 说来来来 梁公英 你来坐 我让白嫖言骂了一刀 弄得个你 哪能个两刺 你这个女儿让妈妈给你抢坐 你怎么这么没有规矩的 这个陈老师说我不是他妈妈 他今天晚上有两个半小时的演出 他要坐着 然后这个秀嫖言莫名其妙的 觉得好怪 他好对我有意见 一直就是跟我不开心 真的是很有幸 有这么一个贵人嘛 在始终在我身边 帮助我 照顾我 爱护我 而且呢我也跟他说 我陈老师 我学画吧 我说你们学画赚钱呀 到了那时候必须赚 那时候一尺才十五块 那比我们要赚得多了 对吧 你根本就没有画画的材料 你就是演昆曲的材料 你给我好好的演昆曲去 不要来看我画画什么的 但是呢 这国画跟昆曲是相通的啦 所以我也从他们两个的画上 自己得到很多启发 我觉得谢伯伯的画特别的秀气 就像我们昆曲的闺闷蛋 陈老师的那是大江山河 什么气势很大 我就觉得像我们的正大 国画跟昆曲同样是写意 但它不是实的 它就让你去想象 它一张纸上可以有远山 可以有近山 昆曲也是的 一个小小的二十个平方 你可以远远的几百厘路 几万厘路都走完了 这是一样的道理 千山万鹤 千山万鹤 他们也就是一个画上 比如说一个马一个人在骑 他就会 你想象他会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这个都是写意的东西啦 你说那个跟那个油画是两回事情 所以它跟昆曲是特别相近 你就是意会 他画得如果太实在 倒不是很高了 汤先生这个见过谢先生 但是没有接触太多 跟陈先生接触比较多 您从一个晚辈画家的这个角度 怎么看谢老跟陈老 我们那时候年轻的时候学画 其实条件是不行的 那么后来大概是到了九十年代了 看到了这个上海博物馆给他编的 这个谢志柳八十制念的画车 那时看了就惊呆了 我们也知道送原的东西好 但是那个时代是看不到的 而且那个时代印刷技术不行 谢老我记得他五六十年代 搞鉴定的时候 那个图像资料不像今天那么丰富 那谢老和陈老他们之所以能够 就是说在他们同时代的画家里面 取法要明显比别人高 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东西 他们在这个上面花时间 花精力 这谢老和陈老他们就是 有这个认识 主动地去接触这些古旧东西 那谢老是更早了 他跟张大千一起 四十年代 三十年代就开始搞鉴定 就接触这些东西 所以他们眼光非常高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们一个 最迥异于他们同时代画家的 一个巨大的一个优势 对 谢先生跟这个陈先生 有哪几张作品 您是印象特别深的 我觉得就是陈老师早年的一些 临摩 比如说是八花图卷 临的花蓝图 包括临的一些马夏的一些作品 都是印象深刻的 七十年代的时候 他画过一段时间写意 就是八大三人那种 他后来的花绘画 就是用八大三人的写意的石头 和他那种写生的那种花鸟 做一个结合 然后上面用重色来画 那么到了他八九十年代的时候 这个时候他风格完全形成了 九十年代以后的精品非常多的 谢老的四十年代末的时候 他画的陈老年是非常好的 在当时谢老的一百周年的 那个展览里面 我见过陈老年的字和他的字 非常像 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末 因为他还有《红叶小鸟》这一路 红叶小鸟 红叶小鸟 也非常有意思 它是受陈老年的影响 也受点张大天的影响 然后再有敦煌的那种味道 觉得就是上世纪五十年代 他有过一次岭南之行是吧 对 就是那段时间实际上 谢先生这个山水创作的 一个黄金期 六十年代末以后呢 又有一段时间不错的 就是所谓的落末法 一方面呢是生病了 就促使他去变化 但是那个时代呢 还是能画到非常好的 我觉得就是五十年代末 到六十年代中后期 然后就是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 这个二十年是他最好的时代 这个时代的山水滑鸟都非常好 陈老师那个时代呢 他们已经能够接触宋元画了 他们就觉得既然我们 要追根宋元画 我们为什么要跟着明清人的后面去学呢 那我们为什么不直接 从宋元这些这个地方来学呢 谢老其实从这个宋元的艺术当中 得到很多的启发 包括他跟张大千去了敦煌 在那儿待了这么长时间 从这个敦煌壁画当中 找到了这个仙人的这种雄强之风 一改宋元之后的中国画的 这种弥弱之风 其实这个是对他影响很大 那么从这个书法上头来说 他早年学陈老莲 后来从张旭的古诗撕帖当中 得到很多的养料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 谢者先生的这个风格 他有哪几个来源 他的艺术的来源 他主要是这个山水花卉 是主要是北宋的 人物画接触到一点唐朝的 这个敦煌壁画的这种风格 那么他后来又受了 这个北宋的画家的 那个徐熙的传说当中 落寞法的那个启发 墨盒颜色混融在一起用 就创出了一个新风格 我觉得他的主要来源就是这些 其实陈老师也是走这个学习宋元的这个道路 花了很大的这个精力 我记得这个陈培桥老师那时候跟我说 他在这个杭州读书的时候 他有两位老师 一位是黄斌红 一位是郑武昌 那黄斌红先生呢 基本的要求就是说 我贴一张我的画你临摹就完了 陈老师说这个对他来说 不是特别困难的事 那么当时呢 郑武昌先生呢 就希望他能够临古画 特别提到这个赵干的江星初学书 对对对 其实呢 我觉得就是陈老师呢 黄斌红的画上面 他有他的看法 对 黄斌红就是文化的那个路 他就是去画这个笔墨游戏 那个境界也是很高的 但是呢 只是呢 就是说陈老师呢 他在当时学画的那个时代呢 已经能看到颜原画了 而黄斌红他小时候的所学呢 已经决定了他 他肯定是这文人画的这个方向 那么就在观念上 实际上是有冲突的 那么陈老师那个时代呢 他们已经能够接触颂原画了 他们就是看到了颂原画以后 他们就发现就是 明清的很多的画家 他也是从颂原那边 对对对对 那么他们就觉得 既然我们要追根颂原的画 我们为什么要跟着明清人的后面去学呢 那我们为什么不直接 从颂原这些这个地方来学呢 所以郑武昌先生是介绍了我母亲 就是让他看到 除了这些学校里面 这些老师的话之外呢 还有颂原这么一大块 所以当时我母亲觉得 这个世界更大 他觉得应该要去学颂原的话 我看这个陈北秋先生早年 零了很多这个宋代的院体画 对对对 好像是这个 他问钱寿铁先生借过 对对对对 送画 对对那个花兰图 花兰图是吧 花兰图 花兰图呢实际上 这个花兰图有春夏秋冬有四张 一张在北京故宫 就是北京故宫的 就是钱寿铁先生捐的 他在日本买到的 一百块钱一百块大鞋 然后陈老师当时是 跟他借过来领的 领了以后后来再捐掉的 还有一张是在台北故宫 还有一张曾经前几年的 这个市场上出现 也被上海的市场家买过来的 那么大概存室的有三张 那么他还领过 张冲玉的这个八花图 在北京故宫 谢老师不大领化 陈老师是 就是下了大功夫去领 那是一笔一画的 谢老师不是就是截取重点 对对对 感受为主 对 感受为主 感受为主 但是 陈先生是一笔一画 老老实实 对 一步一驱 我母亲曾经说过 他觉得我父亲从来不领领画 但是他画出来的画呢 特别像领元的风格 韵味特别像 那么他说他自己呢 可以说几乎是说 是领了一辈子的这个领画了 反而他画的画呢 不是一眼看上去就是完全的领画 有领画的这个气韵跟结构元素都有 但是不是一眼看上去就像一张领画的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谢先生跟陈先生都画花鸟 而且他们其实都从领元的这个绘画里头 汲取养料 二老同样画给鸟 怎么去分的 我很容易区分 因为陈老师画的画都是胖的 谢伯伯画的画都是秀气的 对吧 那么我就问陈老师 你的画怎么 你的鸟怎么那么胖 他说 因为鸟吃不饱不 这个主人算什么了 那我说谢伯伯 你的画怎么那么秀气 我这个画就是要像 买的人都好喜欢这个鸟 欧罗多姿 欧罗多姿 那么有一天很笑话的 陈老师给一个当然都是求画了 不是给钱买画的 那么那个人求一张 那个树叶上一个鸟停着 它画得很瘦 我说陈老师 你怎么这次的鸟这么瘦了 刚才那个人讲话 我一点都不喜欢 我给他画个瘦 让他饿死 真的很可爱 陈老师的性格好可爱 觉得陈老师他是一个 美术学院里出来的一个画家 临摹和创作呢 他是把它看作一个 就是两个步骤 我临摹就是临摹 我创作就是创作 而谢老呢 他始终是像一个 传统的文人画家 他一辈子看画画画 都像一个学问 既像一个学问 也像一个爱好 他会看一张画 就看得记在脑子里 看画入股谁嘛 这种所谓 我父亲那个年代 那时候的照相的技术 还没有普及 很多的话 是去一个长家那里 看一幅画 那是要记住的 没有相机的 那他完全 他要看几个小时 像那个下山图 他到这个庞赖成家里去 是事先约好了去看 看一个上午 庞赖成说 请留他吃饭 以为他看完了 他说我下午还要看 那庞赖成说 下午我就不陪你看了 你自己看了 所以他这张画 就看了一天 所以他看 他是完全把这些画 就是印到了脑子里 所以重新在画的时候 几乎是可以默写这些 这些画的结构 它就是记重点 结构 记这些重点 所以我认为 它是他的一能力 那么你如果这个重点 记多了 他自然而然就会搞鉴定 这个就是一个 非常顺理成章的 相辅相成 对 就是所以我们古代 就是那些画家 他往往是画画 鉴定 搞美术史 他三位一体的 就这个原因 我觉得就是说 他跟张大千 他们那批人 就是说之所以去 在他们那个时代 包括陈老师 他们去追踪这个古风 是有一个很深的 一个时代背景在里面 元朝以前的这个国画 它实际上就像 我们拍的电影大片 就是它那个表示 现实的那个能力很强 技法也很强 那么元以后呢 它有点像 梁老师演的这个戏曲了 写意 写意 它钻到一个就是说 它的层面还是很高 那个审美是很高 但是呢 它变成了一个 非常单一的一个东西 而且呢 喜欢的人也越来越少 就变成了文人喜欢的东西 那么它的水准是很高 但是呢 它逐渐呢就离开了 能够表现现实的那个环境 那么一直到了近代呢 就是说 我们是近代 是一个平民文化 起来的时代 大家希望绘画 能够表现现现实 从蔡元培啊 从这个成都学校 就一直批判 元以后的这个协议画 因为你们这个 老百姓不喜欢嘛 看不懂 那么所以徐悲鸿 他们不是说 美术革命 他说既然中国画不能 没有表现现实的能力 那么就用西画来改造 那么谢老和陈老呢 他们因为 学古旧的东西 他们知道 中国画是有这个能力 但是被大家遗忘了 所以他们的一辈子呢 就致力于去推广这个东西 一方面在宣传宋元画 一方面在搞这个宋元画的 一个大整理 这个我觉得是他们那个 最了不起的一个贡献 佩秋先生这个 晚期的这个很多作品啊 在用这个宋元的这个图示 笔墨的基础上啊 他有很多这个西方绘画的 这个概念融入其中 特别是这个印象派画家的 这种色彩观念啊 我很小的时候 我母亲就跟我说过 莫奈印象派的色彩好 我们中国画以前就是 十青十六 那么一些花青这些颜色 我们中国画的色彩 是没有西画那么复杂 那么多一样画 那么后来 他在90年代的时候 他去了美国嘛 就去看展览 买画册 还有呢 他在美国的时候呢 就街上面看到那些花束 公园里面的花束 他都非常的感兴趣 特别去琢磨这些颜色 我觉得对他的 后来的这个 寂寞基彩的这一类的画法呢 是有了起了很大的 其实我觉得陈老师晚年 九十年代以后 那个青绿山水 是受美国 就是旧金山那一带的 大山水影响蛮大的 有一些影响 再加上印象派的绘画 对 鲜艳的色彩 那么他就觉得 中国绘画这个 以前的那些花绘画 画花鸟画山水花的颜色 太单一了 你爸妈妈合作的作品多不多 其实蛮多的 合作的很多的情况呢 是因为我母亲学过素描 它的打样的功底好 就是说画造型能力强 画一只鸟 画一只鹿丝 画一只鲜鹤这种鸟 这种经常是他写神打了稿子 那么我父亲有的时候要画画呢 需要这么一个形象呢 就直接把他的稿子 用他的稿子来画 所以这个合作挺多的 那么有的时候呢 有一个四条瓶的很大的一幅 竹琴图 那么我父亲画了四条瓶的 满满的都是竹子的 那几只鸟 那就是我母亲画的 有的是在竹子的前面 有的是在竹子的背后 那么这一幅图是指幅那么大 而且是比较典型的 他们的合作 你说到竹子 我想起那个 谢先生跟我说 他这个瓶生画过最大的一张竹子 是给人民大会堂 大概有一张章二 就是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困难 不止章二皮那么大 它是几张章二皮拼起来的 很大的一幅画 当时据说是从文化局借了桌子 家里没有那么大桌子 我父亲不是贴在墙上画 他放在桌上画 所以当时桌子不够 好像说文化局借了17张 还是27张桌子 办公桌拼在一起画 这幅竹子是很有名 现在还挂在人民大会堂 好 最后呢 再次感谢梁古英老师 谢谢谢定美先生 和汤志明老师 下期节目呢 我们将继续来聊一聊 这对画坛神仙眷侣 他们的鉴定 以及他们的这个艺术生活 探镜诗书画笔墨迎中华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如果这张画一确定的话 整个的画史可能要改变 我是大学毕业的汇报演出 陈先生到一副舞台 剑步如飞 直接把后台门一推 配鱼唱得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